哈喽各位文化池艺术迷故宫粉 大家好我是AJ 欢迎来到每周一文物 这是每周一晚上介绍一件中国艺术品的节目 今天是第二集 上周介绍完许多游人来台北故宫参观时 指定要看的中国最出名的书法家的书法作品 快雪石金铁之后呢 我们这一集就轮到北京故宫 最有名的一幅画 而且这一幅画它的知名度不单单是只有华人知道 我相信其实很多不管是日本人 还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可能都听过这一幅画 这一幅绘画界的一歌就是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只要是生活在两岸的朋友 或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华人 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首先传世的清明上河图 到底有多少件呢 根据日本教授古元洪生 在1973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 他当时候统计世界各大博物馆与私人常家 当时候统计的数据大概是40件以上 1973年到今天也将近50年了 这个数量已经累计到超过50多件 而且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推估是全世界目前收藏在博物馆或者是私人常家手上的 清明上河图大概将近百幅 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 所以学界大致上就把它分成宋版、明版跟清版 在这三个版本里面呢 北京故宫所收藏的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是我们全部知道各个版本的烂商 绘制这一幅风靡将近千年的画家 他就是北宋徽宗朝画院的画师张哲端 张哲端推测出生的年代是1085年 然后他过世的时间大概是在1145年 那他大概60岁左右 他是当时候密州东武人 也就是今天山东诸城人 他年轻的时候呢 在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学画 后来到了徽宗朝的时候呢 他就进了汉陵画院成为画师 他最出名的两件绘画作品 除了清明上河图之外 另外一幅就是西湖增标图 至于我们所知道张哲端他的资料呢 全部来自于清明上河图后面 金人张柱的提拔 宋章的端清明上河图 画星的长度是528.7公分 他的高度是24.8公分 在这个将近5.5公尺的画作里面呢 一共出现了800多位人物 整幅画作总共分成三个部分 从右往左分别是郊外,河道,还有城市 画中的人物房屋市集,还有船只 在张哲端的笔下活灵活现 所以这幅画也被公认为 在中国绘画史上风俗画的代表作 也就是因为这幅画的江湖地位 他也被列为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之一 而且他是中国大陆官方所公告的 禁止出镜展览文物当中的其中一件 目前整个中国大陆政府公告的禁止出镜展览文物 不到200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 这一件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图 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面有多么崇高的地位了 跟大家介绍完张哲端清明上河图的背景资料之后呢 那我就要介绍这一幅命运夺船的清明上河图 张哲端画好清明上河图之后呢 他就进城给宋徽宗 这一幅画一直在宫里宫外宫里宫外 不停的进宫出宫进宫出宫 他总共进宫过五次 第一次就是张哲端绘制好之后 他进城给宋徽宗 这是他第一次进宫 宋清宗发生靖康之难后呢 清明上河图随着北宋 赵氏皇族还有宫里面 还有整个变良城 众多的文物一同被金人带到了北方 而金带的收藏家在清明上河图的眷后一共留下了四个拔 这四个拔对于了解清明上河图在北宋与金带的收藏有非常重要的资讯提供 元朝灭了金之后呢 清明上河图随着众多的珍宝转移到元朝的大内 这是他第二次进宫 因为他太出名了 所以在元自政年间被装表将调包出宫 至此下落不明 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之后 清明上河图并没有因此而进入明朝的皇宫 而是持续在民间流传 一直到明朝嘉靖年间 内阁首府元朝透过管道收藏了宋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图 据说当时候元朝一共花了一千两百金才购得这一幅宋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图 而且他在购藏的时候啊 其实还有一些故事 这幅画就在元宋家里面收藏 一直到元宋倒台朝家后 清明上河图才成为明朝内府的收藏 这是他第三次进宫 可是啊 你以为他进宫之后呢 就可以安安无闻的在宫里面被好好的保存吗 其实并没有 原因就是清明上河图实在太出名了 当时候的李坚师太监冯保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冯保当时候也看上了宋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图 于是冯保想尽办法把他弄出了工 成为冯保的个人收藏 那既然是冯保的个人收藏 他就毫不掩饰的在眷后提拔 冯保倒台后 清明上河图并没有随着冯保倒台再次进攻 而是下落不明 明朝在1644年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后来中原大帝的统治者变成从东北发家的满族 满族这个时候所建立的国号为清 这个时候清明上河图还是在外面流传 陆沸西 他是我们可以知道清朝最早收藏清明上河图的收藏家 他后来把这幅画割爱给了碧原 碧原死后呢 清明上河图就在碧家里面流传 到了嘉庆四年呢 因为乾隆皇帝过世之后 嘉庆获得完整的权力 于是嘉庆就开始抄家 在嘉庆四年以后最出名被抄家的人就是和生 但是在当时候碧原也被抄家 即便碧原已经过世了 但是嘉庆还是不放过 嘉庆的时候啊 有非常多艺术品进到宫里面 跟抄家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也就是因为抄了碧原与碧龙两兄弟的家 清明上河图这是第四次进宫 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哦 当大家看到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觉得这幅画这么出名 可是在画心上面是非常的干净 原因就是乾隆皇帝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 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他看过挂名张哲端清明上河图的画作 可是呢 他一辈子寻寻觅觅的这幅画 直到他辞世的这一天 他从来没看过 至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对于艺术收藏 其实没有像他爸爸这么有热情 所以啊 嘉庆朝所收进来的书画作品 如果有被收录到清宫注录 就是十曲宝鸡里面呢 基本上就只会去盖收藏章 嘉庆皇帝非常喜欢 宋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图 于是他就把它收藏在 建福宫花园内的盐春阁 同样的嘉庆皇帝也把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给注录到了十曲宝吉三边里面 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一次进入官方的文件里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也会被人家称为宝吉三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宋版挂在张哲端名下的清明上河图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大家为了把真本跟艳品分清楚 所以他们就会称宋张哲端所绘制的这一幅清明上河图为宝吉三边本 至于其他的就会称为传宋张哲端的话 清朝在1912年结束了统治 当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跟清朝皇室达成共事 当时候他们就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 条件里面有著名溥仪暂时居住在紫禁城的内庭 然后当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除了每一年拨款400万元给清朝的皇室之外 也会去修缮颐和园 原因就是等颐和园修缮完毕 整个溥仪的殉亲小朝廷就会整个移居到颐和园 可是当时候的政府食言而肥 所以他并没有执行每一年拨款400万元给殉亲小朝廷 然后也没有去修缮颐和园 然后再加上当时候溥仪的小朝廷开销很大 所以溥仪就开始移转宫里面的文物 他移转的方式主要是两种赏赐给当时候在小朝廷里面所工作的官员 还有他的老师之外呢 他也请他的弟弟溥杰在每次出宫的时候 就将唐宋元明清的书画还有上本古籍带出宫外 所以溥仪在紫禁城居住的最后这几年 透过攜带跟赏赐的方式 他们一共带了大概2000多件文物出宫 其中除了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之外 还有五代顾虹中的韩西宅夜宴图 还有宋李公林的五马图 这两幅画都是非常出名 1945年魏满洲国垮台之后被溥仪带去长春的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 在极度的混乱状态底下下落不明 一直到1950年的8月 当时候的一位文物鉴定大家杨仁凯先生 在当时候沈阳的东北博物馆 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 在文物库房当中 在三卷都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里面 他发现了宋张哲端清明上河图的增迹 并且在这幅画的最前面 盖上了一个东北博物馆增长之印 所以以前博物馆在收藏文物的时候 他也会去盖章 只是他并不会像清朝会直接盖在画心里面 而且最有趣的是 当时候溥仪从宫里面 带出了好几卷清明上河图 但是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 哪一拳才是张哲端的增迹 所以溥仪办不到的事情杨仁凯做到了 时间来到了1953年 送张哲端清明上河图他第五次进宫 可是这个时候的子敬城 他已经有一个新的名字 他就叫做故宫博物馆 在1953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 基本上每年十月的时候 故宫博物馆都会把清明上河图拿出来展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卷清明上河图在1973年的时候 有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修缮跟装表 那当然这一次修缮跟装表也发生了一些讨论 那有相关的文章 那时间进入了21世纪 清明上河图除了在北京故宫展出之外呢 他也开始在中国跟世界各地巡回 比如说2002年到上海博物馆展出 2004年回娘家到辽宁城博物馆 2005年北京故宫庆祝80周年大庆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 拿去香港展出 2012年庆祝中日邦交40周年 拿到东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 再来就是2015年故宫90周年大庆 原本在去年就是2020年 清明上河图要再次展出 就是因为2020年是紫禁城落成600周年 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清明上河图展出的计划就被取消 所以按照他这个tempo 0515故宫80周年 故宫90周年大庆都拿出来展 所以2025是故宫百年大庆 那我们可以毫无悬念的会知道 清明上河图在2015年一定会拿出来展 整个清明上河图上面总共有13个提拔 可是这13个提拔其实应该是有产缺的 我们透过里面的提拔可以知道 有一些提拔是被后来收藏家给移除掉的 它上面的印章有96方印章 跟皇帝有关的 其实只有嘉靖皇帝还有宣统皇帝 就只有这两个皇帝 最后很多人都会去提问说 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这两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 目前学者有几种观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清明指的是清明时间 第二个观点指的是政治清明 第三个观点指的是当时候 北宋的首都汴梁里面的街坊 因为当时候的汴梁里面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清明坊 北京故宫的研究员他经过很仔细的比对 他会比较倾向宋章的端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清明 应该是政治清明而非季节 原因是里面有一些细节他所描绘的场景比较接近于秋天 所以大家以后再去观赏 宋章泽端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呢 大家真的可以好好去观察 到底章泽端想要表述的是政治清明还是清明节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美洲艺文物的第二讲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